臺北市副市長您好 請問一下 目前我們颱風的準備情形如何 上次因為樹立到颱風之後 臺北市樹倒的情況非常嚴重 目前就沒有做好相關的方法措施 二就是一年兩天可能有超級的大潮 而且據判斷的話 可能距離我們的提防頂線會很近 就是請對此特別注意一下 報告總統 事實上臺北市在英明中期 在昨天下午6點有20開車 然後在晚上4點已經提升為遺棄開車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重大再疫情的事件 事實上我們臺北市政府在9月24號 其實還開始按照明天訂定的checklist 進行各種方法準備跟裝備的檢測 那目前這次都已經算是準備好 另外國軍部隊還原後備指揮部 現天在聯合指揮部也開了聯合環 進駐我們災疫民總金 我們是頂著防災重於救災的原則 事實上已經在加強勸告民眾提檢除水 準備沙包檢治防水渣門還有噴撞照來的 那也透過了民政跟工務系統 有主動提供沙包給民眾的疫情 那也要透過這個機會宣傳民眾 儘量避免外出 以免發生危險 那事實上這一次降雨應該還是會擊中在戰區 所以我們對於那個不直流的 那個疫發生的地區 或是老舊巨肉 容易淹水的地區 我們事實上都已經 事先布置移動的抽水機具 跟那個救災防備的設備 那也針對容易發生災害的地區 被避防性的疏散 那事實各大隊民間團體 跟國軍部隊也都準備好了 目前並沒有嚴重的災情 那如果看那個災情的變化 事實會這樣同樣進行原則 也謝謝總統對本次的關心 好 謝謝 如果需要中央有其他的資源的話 謝謝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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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好麻將 謝謝總統 謝謝總統 謝謝總統